吴林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请一开始带你来看到新人新气象 花莲县政府在县府的大礼堂举行新任处长的布达典礼 由县长徐正伟任命明良真为明镇处的处长 那么徐正伟齐勉明良真大展长才 带领明镇处为花莲县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现在许中会首先感谢前处长林金虎在任内付出 带领明镇处同伦们认真推动各项明镇业务 林金虎前处长在行政级研考处以及明镇处长任内服务相当的长久 因此要背叛家人而卸任 劝福尊重并且感谢林金虎的贡献 现在许中会期免新任明镇处长明良真大展长才 并且及其名处长承载明镇业务的重大责任 带领团队发挥长财 服务相亲照顾献明 无道的 到现在 然而我想零到120岁其中也包含了我们青年创业 所以在这里我请林良真来担任我们明镇处的处长 所以请花莲县政府局所长 以及花莲县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一起来 让林良真能够可以第一个 尽速来对于明镇的业务 能够赶快来推动 独奉接轨 所以我请明镇处的所有同仁们过帮忙 第二个 今天有公庙以及军方还有我们所有的社团能够来 我也要谢谢第一个 让大家知道明镇处处长明良真 第二个 也在所有的业务上 我们也可以直接找明良真处长 让他能够赶快跟大家成为一家人 所以我要谢谢明良真处长能够承担起大任 明镇处长明良真表示会全力以赴承担责任服务 花莲县民 并且秉持在线上有速度 线下有温度 市政要有精确度的精神 细守地方推动各项业务 服务乡亲并且照服相礼 相信在民间有很多的业务要推动 信仰是非常重要 在花莲 大家要了解 花莲的淳朴跟专注各项的信仰 以及写其名利的公益 都是在台湾展现最好的花莲 地方的社会的实力 所以也希望携手我们所有的公庙 对于花莲善的力量 以及各公庙信仰的力量 推动各项宗教的文化 在这边也要拜托我们现场的所有的义座 以及我们的议会 能够对于花莲善的力量跟信仰 给予我们这边最好的灵修的圣定 更好的一个支持 给予我们鼓励各项工作的一个推动 那未来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集团结婚 也包括就是年龄 就是大概三四十岁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七年的集团结婚的推动 所以刚提了 从零岁一直到百岁 都是我们服务的内容 明亮珍从107年12月担任 花莲先生府秘书兼青年发展中心执行长 凭着名处长长彩 扶植花莲在地青年创业 在去年由青年发中心所辅导的新创团队 蒙勋参与世卫发展部 以及国家发展委员会共同举办的 2022第四届创业归故里新创竞赛 更荣获冠军的殊荣 接着就欢迎花车伯导